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19新型的中越边境战争,火军先后有18个野战军参战,使长期没有经历战争的部队得到了实战锻炼,对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、正规化建设影响深入。 与此同时,一大批年轻有为的中高级指挥员,在这场战争中脱颖而出,成为新17亿升辉的一代将星。 他们当中,有肃荣升中将,1985年老山轮战,执任67军参谋长,以后历任总参军务部副部长,24集团军军长,北京军区副司令员,1988年9月少将,1999年7月晋升中将张又霞, 祖籍陕陕西魏南,在北京度过童年,为中共党员,现年59岁1950年7月升,张又霞的父亲张宗学,曾任第一野战军副司令员,协助彭德怀指挥西北军民进行了辅委,兰州等一系列重大战役,建国后曾任副总参谋长,以及总后勤部部长等要职,朱曾权中将, 1986年老山轮战,时任27集团军政治部主任,以后历任27集团军副政委,政委,国防科工委政治部主任,总装备部副政委,1988年9月少将,1996年7月晋升中将,刚刚卸任二号政委的张海洋,是中央军委员副主席张震上将之子, 两人是解放军历史上首队父子上将,分别于2009年,198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,张震今年100岁,199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,是目前现在的最高级别开国将领,也是唯一现在的开国中将,和其中中将, 1984年收复两山,时任11军副军长,以后历任11军军长,副总参谋长,南京军区副司令员,1988年9月少将,1990年7月晋升中将,蒙晋喜,中将, 1984年收复两山,时任11军副参谋长,以后历任11军参谋长,14军军长,14集团军军长,昆明路军学院副院长,贵州省军区副司令员,西藏军区副司令员,成都军区副司令员,兼西藏军区副司令员, 1988年9月少将,2001年7月晋升中将,陈世俊中将,1988年老山伦战时任13集团军军长,后任成都军区副司令员, 1988年9月少将,1996年7月晋升中将,马炳陈中将,1984年收复两山,时任11军军长, 以后历任成都军区后勤部部长,副司令员,1988年9月备受于中将,姚双龙少将,1981年收复寇林山,时任十四军四十二师126团团长, 以后曾任云南省军区副司令员,司令员,现任西藏军区司令,刘昌有少将, 1984年收复两山,时任十四军四十师师长,以后历任十四级团军副司令员, 云南省军区副司令员,云南边境排雷总指挥,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